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另一集的Man on Wheels 今集又是與Bike Fitting 有關 介紹四個手把的調校方法 一架適合自己身形的單車是很重要的 不僅可以令你避免運動產生的傷害 還可以令你踩得舒服、長、發力更直接 如果有機會就找一個專業的單車譜幫你做Bike Fitting 因為所需要調校的就不僅在扶手上 還要配合車架的尺寸、座椅的高度、腳踏和卡片的位置 以及個人的姿勢都很重要 以下就有四個調校手把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調校你的手把的對向 正確來說你的手把是應該與前輪對正的 成為一條直線 但踩久了時不時都會偏離的中心位 如果想調校它的直線 就很簡單 首先鬆開你的Stamp 旁邊的兩顆六角螺絲 然後人員可以坐上單車上 用兩隻腳夾著前叉來定位 然後你的手可以慢慢地扭曲直的扶手 對正那輪對正完之後 就可以上回旁邊的兩顆螺絲 重點是要跟廠方建議的Torx Pack 你不想扭得太緊或者太鬆 特別是如果你是用碳纖維的Stamp 扭得太緊 你踩踩下一分鐘會整個會裂開的 大部分的Stamp 都會應該寫著要上到幾緊的 而我們這個紅色的Stamp 就是要扭到大約4-5Nm 即是3-3.6磅 扭完之後 就最好踩它大概1kg 然後再檢查一下那兩顆螺絲 是不是還是需要扭緊一點 第二個調校方法就是要檢查一下 前叉和車架上得有多緊 位置合不合 首先要檢查一下 前叉和車架上得夠不夠緊 就很容易的 放單車在地上 然後坐上去 拉緊前面的煞鍵 然後把單車搖後搖前 看看前叉位置有沒有鬆的感覺 如果是鬆的話 我們可以去到剛才的Stamp 或者旁邊的兩顆螺絲 首先扭鬆回去 然後扭緊蓋頂上面那顆4mm的螺絲 記得檢查你的單車手把的對向 和之前一樣要直 要對著前叉位置 之後我們可以上回旁邊的兩顆螺絲 之後我們可以檢查一下它 又拉緊前面的煞靶 然後向前向後搖一下它 看看還動不動 如果繼續動的話 我們要重複剛才的步驟 扭鬆旁邊的兩顆螺絲 之後就把上面那顆 蓋子的螺絲 再扭緊多一點 大約1% 之後如果依然是有一點點動的話 就要看看你的頂蓋 拆開來看看有沒有東西阻礙著它 令到它上不緊 碰不到應該碰到那些 的位置 再不行呢 我們就要拆前叉出來 看看裡面的零件有沒有壞到 就扭鬆旁邊的兩顆螺絲 扭鬆上面那顆螺絲 用一點點力 前叉就應該可以掉下來的了 如果黏住了 你就可以拿一個膠錘 在上面敲它的東西 檢查一下 前叉下面的bearing 看看有沒有難度 上面都有bearing 就要拆開這幾塊鐵圈 如果髒的話就抹乾淨 補一點點油 檢查完了 之後我們可以放回所有東西 從次序地放上去 上去所有東西 就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要檢查一下會不會太緊 怎樣檢查呢 就是如果你拿高車架 前叉就應該自己會向某一個方向 這樣倒下來的 有時你的鐵線管 都會令到手把 沒那麼容易倒到一邊的 看上去這個OK的 如果你喜歡踩單車 特別是公路車 就記得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還有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下一條片的upload OK 第三個調校方法 就是這個手把的高度 大部分的公路車 都可以給你調高 或者調低 大概20-30mm 就會有一個個這樣的 spacer 就是那些戒指圈 給你調校手把的高度 大部分的人都喜歡 放到手把很低很低 但是不一定適合你 我建議就是 開頭如果你要降低 就逐級降 不要降到最低 我們調校方便很容易 跟剛才一樣 就是扭鬆了旁邊的兩顆螺絲 然後扭上頂蓋的那顆螺絲 拿走之後 就可以拿走那些鐵戒指 之後就似乎你自己 搭個戒指的次序 你可以調高一點 或者調低 調好位置 就跟剛才的步驟一樣 首先要檢查清楚單車 看看是否對直 手把 然後就扭回那三顆螺絲 跟廠方建議的扭力 最後一個調校方法 就是手把的角度 你可以屈上或者屈下手把的 通常人們都喜歡 最低的部分 是跟地上的水平對向的 或者向下斜少少 就是向著後輪的軸心方向 而槍手位 很多人都選擇向上傾斜 大概5度左右 調校方面 首先我們要扭鬆前面這四顆螺絲 然後就可以屈上屈下整個手把 調好自己喜歡的位置 就可以上回這四顆螺絲 就要送著這個次序來上 每一顆上少少 然後馬上去下一顆 重複這個步驟 直至到廠方的建議 這個步驟應該上至4Nm 即是2.95磅左右 留意剛才我們剛剛把手把 弄高了 弄到向上大約5度左右 不單是槍手位上去 整個手把都是向上彎 正確的調校方法 是應該首先調校你的手把角度 然後上去之後 拆開你的槍手位的一塊膠蓋 還有撕走你的手把帶 鬆開你的槍手位的螺絲 調校這個位置 我不會做那麼多 以上就是建議的 其實最重要都是 看看你自己的感覺 握上去的感覺 適不適合自己 希望這四個調校方法 會幫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訂閱 還有按鈴鐺 今集就說到這裡 多謝收看 下次見 下次見